上单身度了 干嘛 隆先生 你要干嘛 上礼物不就行了吗 隆先生 你开个会员啊 隆先生 发电话 没有看啊 开个会员 为啥不用我自己的笔物 没有啊 他没有 我那是高贵的笔物 限定 限定 边打边讲比 我小小的讲解一下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聪明 这种杀野都不叫我讲解 这种杀野斜接大家保持那么想 去看个一把两把就知道可杀了 然后鸿开的刷法 这把其实应该鸿开的 只是我给你们聊天聊晚点 已经刷到赛恩这边了 因为你 假如说你跟上路上牌 你尽量玩你的上牌队在那边刷 如果你的上牌队玩的英雄 玩的英雄 假如说这个上牌队 玩的是赛恩那你就必要了 因为这种英雄我就 首先是不好帮带着起来没用 看到没有 我不上去队友 他就要上车了 但我上牌队友比较会玩 因为他打职业的所以没那么容易可以抓 他可以规避掉 但如果你的路人队友的话 可能就不是很好规避掉的 大愿的特别 这就有点让我感觉 今天我得过来 谢谢恩 谢谢恩 直接二手1A 为她有所正常感觉 她有伞都伞不出来了 前恩是什么的 光与伺服 谢谢恩 不回来给我降上了我也不回来 给你一列列我也不回来 我给你一列上了 你还给我降上了是吧 开局心中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学会的给我托个小1 然后呢这波杀赛人这个应该也都会杀吧 这个也不需要什么操作 杀太龙呢就一闪不要省机能力量 不要达不得过去跟Q这种行为就行了 因为他可能有闪因为我们就烧 我们就烧就不可能遇看他闪进去 我就不放Q 你看这个压力啊 这波烫不死了他也死了 最后他一定会死 因为我这个Q在堵他有没有闪 没闪到有没有闪 如果他有闪的情况下我的Q就会 Q他的闪天你知道吗 还可以在这游戏 看一下天赋稍等稍等 马上黄子要看了如果这边太相当了的话就不行就不好了 看到没 黄子上去 当你当你做事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打野现在在干什么 你不要只想的事情不要只应该自己的时间 这个时候一定要思考别人的打野现在在干什么 主播生戏 你现在知道主播有播戏了 所有的人都称之我为系统 我可是英雄联盟手游 这个时候 有赛季MV 世界赛的冠军 英雄联盟官方的都称之我为系统 这波反倒两个野怪 因为打野可以直接点一下 这很关键 就这种反两个野怪基本上对于宣布 对于打野来讲对于宣布的结果 这两个大家比较像 我说了 我说主播拉分了 我这把也不拉分了 队友差距的拉分是什么样的 队友比较像是什么样的 怎么玩的 我拉分不是我打不过队队 只是想让游戏里面更紧的态度 但是我记得了 只是不想被队友折磨 你知道吧 如果队友一直送的话 那就没什么看得 队友已经把游戏玩完了 我就不用玩了 快玩了快玩了 看他们怎么回事 因为他杀 但是他杀我回事 我操你不回家了 给了给了 我还想过去看他们的回程 结果他俩不回了 好好好这样来说 如果这两个人 他只会这样搞这种 偷袭合手的 一边 都不敢 都不敢在啥 不敢正面面对我 掉节奏了 我把鸡头中的吧 中了中了 因为活跃 怕死了 放在这边 啊 那个艾克要撤到我的多层啦 但我不放也不行啊 没办法不放也不行 但是呢 他们都是主播 而我是最细的职业选手 所以这就不一样了 好吗 大家可以打开我的主业认证 电竞职业选手 你去看看有哪个主播有这个 你看看哪个自称是技术主播的 有这个 我杀不了 我不知道我第一时间想杀你 我打不出力 这个帮忙有一个 三次跑不跑啊 你跑得真快啊 跑得了吗 你 我就 只要的艾克可以抗他 你就跑不了 我就怕的艾克不抗他 不抗他的话 我还真是 黑大胖也算吸毒吧 黑大胖那吸的已经看不到了 我不理 那吸的就已经看不到了 我只会是面格吸 不是牛气到那边吸 如果听到他的话就好了 我都不听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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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看 老弟怎么走啊老弟啊 我都听到你怎么走 我只是我们随时玩的 玩的是也是很厉害的 随时是这个赛季 有赛季出的名字 赛季出的名字 我拿的 我说这个都比较 我说这个都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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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播到我今天 这播我来看电话 我去看电话 嗯 仙虎给了三百块 这波我来就要点画面 我把那在这个燥子 我把这个燥子 感觉还够 但是尾音 电的话 把大川放后面,或者可以放前面 先出个罩子,保一下命吧 这个大招要死了,双人路质,双人路质,双人路质 双人路质,双人路质,双人路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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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带走AW1QA 但虽然这把难道输了 但他得到了一把宝贵的录像 他估计是不会中路 因为中路难道特别少 他可以看到这个虾子的操作 为什么这么的屌 他把这把录像回去研究个十年八年的 也兴许也能赶上我的一根 这把对面那个谁 对面打野是谁 这把皇子虽然说输了 但是呢他一样 可以带走这把宝贵的录像 他可以看下这个虾子为什么如此之表 就这样把我碾压了 皇子欣赏我怎么还不了手 压迫感太吐了 知道吗 这样教材就放过他 放过他吧 做人留意线 还是要给他给他点小面子 给点他的小面子 给点他的小面子 给点他的小发面 我杀他了 不杀他了 等我下包出了破灯 我来看 我说我没有破灯 12比11的战绩 12比11的战绩 我现在领先都没打野3000多块 这把录像还不值得他研究吗 这把他出的一点都不准 哎 我吹牛逼吹过了 怎么出错装备了 我太想杀这个赛人了 我直接出 我怎么直接出这个破灯啊 你看 你看死了 这把大招无敌了 卧槽是在下无敌了 看我这部小Q 回来接我Q 接Q老爹 你能走啊 我不想交闪 你能走啊 我这一角 哎不是我小龙呢 卧槽 你要画面要疯了 你能杀我 你能杀我 我能死啊 来 还有画面吗 来 你现在能杀我 看我 不是老爹啊 不是老爹啊 哎哈哈 怎么有成见啊 我要说道士 我说道士 我管了吧 这两个野怪我再说到 再给对面清算一下 我说说那黄子穿车有点快 如果我闪现把大招躲了就好了 躲掉了 我再来个精神啊 说一下哪几个打野强势一点 排位强势的有人马 排位强势的人马盲撑 然后男刀还有还有一个杀 这三个是对角的 这三个战士是对角的 因为战士结束起的比较快 比较适合排位知道吧 人马下着难道这三个杀猪比较快 杀猪比较快 直播为什么不开始上头 你来直播店就是给我看我的帅脸 你又无敌了 我下个月还要当减肥博主了 我下个月还要当减肥博主了 卧槽 无敌了 其他的都不知道 还有个活跃哥 我说好像漏了一个 还漏了一个活跃哥 因为战士呢 杀猪呢永远都是最快的 这几个英雄不是说他有多强 而是说在于他的杀猪呢 好 一我 我 我 对 你 你干吗 阿萨了被宇宙他们要封了 阿萨 看我都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觉你有伞的样子,预判一波小弹线,他们这把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因为他们这把唯一的零法就是杀龙了 莉莉亚不如这些,莉莉亚现在刷也太慢了,如果你玩AT打野的话,这种玩泰坦九筒这种,泰坦九筒这种,不能把足多比莉莉亚现在打牌比较适合 因为那个莉莉亚现在刷也实在是太慢,不好用,神装神装,15分钟神装,15分钟主播带着18000的经济,领先了对面打野,6000块,15分钟我领先了他6000块 他可以完全带着这把宝贝的图片,我相信对他一定是有收获的,虽然是有所收获的,但是我相信这把不晓,一定对他是有所收获的 你看我的宝贝还有哪个宝贝有什么,嘿嘿,他还在给我收获吧,他还在给我收获吧,他还在给你收获吧 雪人呢,反正都不如我说的过准做什么 狮子狗操作高的女人不会玩 不是啊,狮子狗的强度不行啊 狮子狗的强度不行啊 狮子狗颠封的时候还是挺多能玩的,而且特别的可行 哎呀,我输了,我想用他弹的,但我想用破胎罩子,然后我弹,弹飞的 但是防御他打我有点胖 什么防御他呀,老爹,放过我好吗 好啊,老师,是我杀精神兽了,我已经进去 男枪怎么样,男枪增强了一下下 不是那么大变,但是也是轻微大变 你们想看的话,是不是弹服一千多分的男枪 也可以给你们表演一下 想看男枪的给我扣扣小姨,等下我给你稍微给你们表演一下 我的虾子教学相信很多人已经学会了 那么来一把小小的娱乐一种 老玩虾子老赢也没意思 就说主播欺负人 玩点弱势一种吧 见机呢,见机也还可以 你看Q 嗯,这个Q没中啊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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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欢哈萨 那我来一把小男枪吧 这么多人想看男枪吧 好多好多 好多 谢谢大家